日本准备六月大解封开放外国观光客入境 准备要去旅游的观众朋友 你一定很关心日元的汇率变化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统一投信基金经理人黄博彰 替我们来分析 请问经理人现在日元持续的走弱 有专家就预测可能就会贬回上一世纪的水准 那他对美元有没有可能下探到150这么的低 日本央行在四月份的时候 表态将维持他目前的宽松政策 并且目前的利率水准无限制的购债 使得市场让日元加速的贬值 目前日本央行其实没有显示出 将干涉日元汇率的意图 市场也认为日本央行还有财务省 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没有太多有效干涉汇率的工具 日元有可能在贬迫130之后 持续的向下探底 尤其是市场投机的资金在确认短期 日本央行不会干涉汇率之后 加速炒作会加剧日元贬值的速度 但是目前日元汇率的水准 可能已经接近央行能够接受的底线 同时美联储释出的讯息 也缓解了市场原本担忧 一次升息三马的预期 因此我们认为跌破150块的 几率相对是比较低的 虽然跌破150这样几率比较低 但是刚刚专家有提到 还是会持续的下探 那后续造成的就是进口物价 它会飙涨会冲击到内需 对整个日本经济的利弊 可不可以请我们分析一下 日元过度贬值 对日本总体经济的影响 整体来说是负面的 虽然汇率贬值对于出口商 有正面的影响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目前欧美加速升息货币紧缩 中国对疫情清零政策 所采取的强烈封城手段 都对全球的需求 产生负面的影响 需求下滑 对日本出口商的拖累 可能大于来自于汇率贬值的效果 同时贬值的汇率 加上近期飙升的原物料价格 会对日本国内家庭的 可支配所得 产生负面的影响 造成进一步的需求下滑 对于投资日本 在出口企业方面 海外需求下滑 是需要注意的风险 国内方面 依靠国内内需的企业 将会受到成本上升 但需求下降 无法有效转嫁成本的影响 另一方面 日元汇率大幅贬值 加上日本政府 对疫情防控的放松 有利于复苏过去两年 趋近于零的海外观光客需求 在出口及内需 都受到打击的情况之下 日本政府有可能会 加速放宽海外观光客来访的限制 来提振观光 制造新的内需 疫情之前 曾经疯狂一时的 一些观光概念股 可能会迎来 触底反弹的机会 另外一方面 在出口及原物料成本 相对关联较低 但是长期需求 及成长性能 很高的数位化转型产业 受到日元贬值的影响 也相对较低 配置上也可以考虑 好像日元过度贬值 其实不利日本经济 那难道日本政府 他不会想要出手来干预吗 首先日本市场 已经对于汇率贬值 对于伤害日本经济成长 的申请开始逐渐放大 日本政府没有办法忽视 海外输入原物料成本过高 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 再加上7月份 日本有参议院要选举 所以日本政府 有足够的政治动机 去干预日元 避免过度贬值的 日元影响选举 但是在美国 高通膨压力的情况之下 美国不太可能 允许美元弱势 因此日元汇率干涉上 更多会是日本政府 单方面的动作 加上财务省 能使用的工具不多 国内的CPI 也持续的疲弱 因此我认为即使干预 可能也只能造成 短期的效果 效益不会太大 目前市场预估 日元扁破135块 财务省可能就需要 进行干预 好我们都知道 日本药行它强力的宽松 要促扁日元 最主要就是要达成 2%通膨率的目标 那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全球的 主要国家 它的通膨都已经爆表了 到底为什么 这日本的CPI 它也是完全长不动 日本是一个 长期通缩的国家 造成这样的结果 主要来自于 日本人口老化 劳动力减少 薪资成长停滞 国内的需求 长期是下滑的 也就是萧条的状态 即使是近期 海外原物料价格狂飙 日本三月份的CPI 也只是小幅成长 0.8%YOY 扣掉能源食品之后 还是呈现通俗的状态 日本企业在经过 泡沫经济之后 其实风险意识相当的高 对于现金的保存 其实非常的在意 相对于在投资 提高薪资 或是增加劳工人数上面 都非常的保守 家庭的储蓄率高 国内需求成长相当的缓慢 货币政策的刺激 效果也不大 因此即使海外 全球通膨这样狂飙 日本国内通膨相对 也是比较缓和的 好那最后可不可以 跟观众朋友总结一下 现在整个日元贬值 这样的一个态势 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 会让它整个走势 会瞬间的反转 我认为日本政府 有可能出手干预日元 但效果不会太大 由于日本原本 就是相对偏好弱势日元 因此不会希望 日元汇率反转 成为强势货币 另一方面 长期的通膨目标是2% 目前2022年预估的CPS是1.9 2023年是1.1 日本央行在4月27 4月28号的记者会上 特别表明 实行连续限价操作 是为了排除市场过多的猜测 同时对日元贬值 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 预估通膨会缓步上升 因此还不急于寻求退场机制 黑田表示 物价要稳定在2%以上 还需要一点时间 可见日元对修正政策 这件事情看法非常谨慎 短期内我认为 日本央行政策转向机会不大 但可以注意的是 即使日本央行那么明确的指出 会进行连续限价操作 市场仍然对于其政策 是否修正 保持怀疑的态度 我们可以观察 在7月份参议院选举过后 日本政府跟日本央行之间 是否会针对 这2%的物价稳定目标 进行讨论 这将会是观察这件事情的 一个十分重要关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